這什麼X你來了? 這麼小嗎? 這麼小嗎? 啊XX 怎麼做? 大約去到水門,不要說要買 哦,你們又弄股師傅 每個人第一次買樓 都會對自己家裡有很多幻想和要求 這些就要花心思去符合業主的要求 原來一天最壞又是業主 上回講到這間300呎舊樓 裝修了整個月仍然是爛屋 我們真的沒有心拖 但說明是真人show 房子弄到哪裏就拍到哪裏剪到哪裏 知道大家很關心何時起貨 立即追追進度 如果幸好,他還可以在這裏過平安夜 為什麼突然有這麼快呢? 第四集開始之前 記得訂閱Finance730 看回之前的集數 和其他精彩節目 按鈴鐺就不會錯過新片 淒牆 拉水電 換槍 之前一個多月好像做了很多東西 但又好像沒有做過的東西 家欣全包裝修打好底是最花時間的 而這間舊樓之所以特別耐 亦因為業主零射多想頭 好看 這兒是最高部分 第三部分 最重要是這個位置一定要平 這個位置不會平 到時候要裝進去 不是平 這個是重要裝 在這位置 平時的水龍頭和花灑 簡單預好出水口就可以了 但業主又多有作品 選了陷入式 鋪磚之前已經要將一些御埋組件放進去 不少得還有片頭這輪 師傅看見就嬌嬌聲的棋崗牆形地樓 是嗎? 嘩 嘩 怎樣做? 是這樣嗎? 是啊 這些很危險 這麼小的洞 帶進去潑不到水 家欣無事由自可 遲下不要塞漏水 想維修就麻煩 不過正所謂條路自己選 那些都是貪過人 貪過人的還有智能家居 我會偷個位置 做不做個鬚給我? 你想做矮一點嗎? 為了用到更穩定的智能燈掣 全屋的燈都要拉一條俗稱燈青的零線 窗邊又留定鬚位裝電窗簾 都是那句 幾千元都可以 結果單單 電掣和燈位就成為四萬元 多謝 多謝 你有個大熱線 我覺得 大熱線 大熱線 香港買的線 事前初步夾好 基本顏色和物料配搭 買料的時候 應該有目標 不過 不過 你現在走多久? 我都 八九字 有什麼得著? 有什麼得著 就是眼花療亂到一個點 不知道搞什麼 其實他整間屋 只有廁所兩隻磚要選 不過 只是灰色 都不知道有多少千種 不如等阿輝醒幾招 市面上的磚 我們可能分了幾種 有高溫磚 低溫磚 還有一種過底磚 高溫磚的質量會比較好 即磚會比較硬 聽得多的是意大利磚 西班牙磚 或者大陸磚 香港大約買意大利磚 可能約80至100元一呎 普通的大陸磚 可能在香港買到 四五十元一呎 你都要到處格價 不同店舖可能有些得價 我們試過最便宜 帶客人去看磚 買到就有 20元一呎的意大利磚 我們都有買過 特價貨通常放在店舖 不起眼的角落 找不找到的 真的靠眼力和腳骨力 因為20元呎 比淘寶買還便宜 免費 如果是來老貨 更加是爆底 問題是款式合不合你 而熊L最終在旺角壯秀街 走足兩天 都只買了一款磚 為甚麼呢 他給我那個價錢 就是四十多元 原來在淘寶也是一模一樣的 但只是十多元 可能加上運費 都便宜過在香港買一半 這件事 連設計師阿輝都給了一個 因為結果淘寶磚準時送上門 幸好沒有甚麼損耗 鋪出來的感覺都不錯 不過房間還有一個裝修迷思 明明都找了設計公司幫忙 為甚麼總是要客人自己去買料呢 我要包給你的話 我們都不會用質量太差 你都怕會有問題 所以你包得的可能會貴 可能到時客人自己買了些便宜的 他都可以貶 他說最貴和最便宜的磚 價錢分分鐘可以相差八到十倍 而人工來說 行內一般是鋪60x60cm以內的磚 都不用加錢 再大快一點 可能要兩個師傅才鋪到 但原來太小的一樣要加 特色的一件一件的磚 可能是10cm左右一件 鋪一件兩件鋪三十多件 相對時間和功夫都多了 我們剛剛都安裝好冷氣 我們的地板就沉默送來 我們就準備 整個牆壁 下個星期就會鋪地板 嘩 之前說進度良好 又真的沒有騙人 這天上來 房子的磚型基本上都出來了 我看到這裡好像有包到 還有你看這些鎮是歪的 這些沒有可以幫忙做的 包到超貴的 這個是整條柱扭曲 我現在就包了它出來 就拉直 少了角位 長身批好了 游了底漆 其實跟之前爛屋感已經分別很大 不過建業主最滿意的 竟然是冷氣機 如果這樣搭調名喉 安裝的方法就是最簡單 市面上可能很多人的分體食冷氣 不會特別找專門安裝冷氣的師傅做 現在其實所有喉都是做了暗喉 其實我們家裡只看到主機 所以看到我們掛機都很好 其實我們視覺上 屋基本上都見不到主機 裝修美麗還是不美麗 離不開都是錢和心機 之前訂專省了五成 就是這樣又虧了 所以你們看到我們張單 我們安裝這部給人 我們安裝這部 我們安裝這部機的人工 可能會比我們的機 算是很美麗 說著業主 大陸買的這部智能浴室寶 人家的吊頂和香港的不同 只是搞這部東西 搞了師傅整天 結果又加了錢 為何人經常去大陸買東西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香港很多東西都沒有 這些智能家居的東西 我想香港人都不會特別想去大陸買東西 但如果大陸有 但香港沒有 可能真的會去大陸買 接下來要鋪地板 然後鋪完地板 我們家居就會送過來 應該可能12月左右 如果幸運的話 還可以在這裏過平安夜 這麼快? 對呀 出門這天都12月中 有沒有這麼快呢 下一集裝修真人show 每一個位置是遇得非常之極致 出門演機是中間還是靠旁邊 就是因為這麼極致 業主竟然想整個工程推倒重來? 對呀 頂出 對呀 頂出 對呀 對呀 這個位置真的有點後悔 當初應該真的封了窗 這樣跳後就沒有走得那麼噁心 現在都不知怎樣 一盆行不行 明明不行 麻煩咯 越廣门 記得訂閱Fyness730頻道CLS這條片 有興趣合作的廣告客戶 歡迎與我們聯絡 下一集見 有沒有信心 四間前進入房 我沒有信心